这个餐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是这个板娘在前几天 分享了一整篇的文章 讲说她被背叛了 因为老板跟老板娘 他们认识18年 18年的概念就是 他们高中就是同学 大学又是同学 等于从高中谈恋爱到大学 然后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 他们在2014年就开了这个宠物餐厅 然后还蛮顺利的 可是结婚之后 结婚第五年 把娘怀孕了 他如果说他去躺床上休息 谁来协助他老公 所以当时他们是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就找到这个女员工 一开始是这个老板 去面试这个女员工 面试的时候 老板就觉得他不错 你知道有时候看人是这样 觉得还不错 各方面迫和度都很高 就让他来上班 上班之后 这个板娘也觉得真的不错 我老公有眼光 他有很勤奋的工作 那这个板娘就觉得说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帮他这么大忙 于是板娘就把他不只当员工 他就把他当朋友 朋友之后又变成闺蜜 但是这个板娘后来就觉得 这个员工跟老公之间 眼神怪怪的 然后他又接到一堆 奇怪的简讯之后 原来这个女员工 来他们的餐厅工作的第二个月 就跟他老公上床 上床的时间长达四年 为什么我们这么好闺蜜 为什么要背叛呢 为什么要抢你老公呢 如果以这个案例来说 他对你是这么的好 可是我们已经先抢了 后来才变闺蜜的 我已经先抢你老公吧 一个月就上床 一个月就上床了 闺蜜不太可能一个月就变闺蜜 也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会感觉 他这个案例当中 我觉得这个第三者心理状态 值得玩味 怎么说 因为我明明就已经抢了你的老公 再来转闺蜜 对 然后我又跟你做闺蜜 其实我觉得他心理 是有不同的盘算的 他想知道你跟你老公 关系到底好到什么程度 然后你们两个 现在进行的怎么样 然后我觉得他可能会在 平常的生活当中 如果譬如说 他有买一样什么礼物 我老公昨天买了一个 什么送给我 第二天他可能回去 跟他的那个老板相处的时候 说你昨天买了一个包包 送给你太太 我觉得很难过 然后立刻说 那我加码买一个送你 你有的我一定要有 这种情人之间的竞争 跟那个谁比较爱谁 那是一种很难 很难避免的 那这样的恋情能有办法一直持续吗 你是说这样的 你说第三者吗 第二第三者跟那个老板 那要看说他投入 他跟这个原来的太太的情感 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开餐厅或是开店 是非常容易发展出感情的 我有遇过太多 开餐厅跟开什么 开公司或是创业 你也拜托给台湾公司多少斤你知道吗 但是我 我真心地觉得男性在创业的时候 其实是外遇的高风险时期 创业的时候 是男性外遇高风期 我遇过太多了 因为他们这时候 一个人创业的时候 常常心里是会转折的 他会更渴望被尊重跟仰慕 那刚刚盛梅有说 他跟那个太太是从年轻一直 十八 高中的时候 对 高中的时候就在一起 你高中的时候 认识的男朋友结婚到现在 你还会那么地仰慕他吗 你还会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吗 对 他是靠家庭革命 才有办法结婚的 对啊 然后你还可以不断地觉得 他好棒喔 他是我心里的神吗 可是男生结婚 男生创业的时候 非常需要这种眼光 跟这种崇拜的眼神 环医师 那如果是你这个老板娘 你会离婚吗 就是当然现在 在得到的资讯都只是单方面 老板娘他自己释出 因为他的主张是说 如果你这样对我的话 我是没有什么不不能讲的 但事情到底是怎么样 也许也有可能会有另外一个版本 那如果是我你说会不会离婚 如果我是这个老板娘他他讲的证据已经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婚外情 那首先会考虑的是两个小孩 就是我还是会这样想嘛 因为有两个小孩也有这样子共同打拼的经验 老实讲了就先问这个男生要不要回来 因为他也有可能就是一时亦乱情迷 对我今天怎么这么保守 但是我觉得太容易了 就是像崔芬老师刚刚所讲的 因为刚创业或者是说看看我看得很腻了 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们在这种感情 因为女版娘她说 她人生的一半是在这个男人身上 所以我觉得要审慎的评估 就是这个男人到底是不是可以继续的 那可不可以继续的原因 绝对是在于第一个 他愿不愿意彻底的离开那个女职员 你可能需要给到这个程度 通常可能需要需要一些遣散费 我就请他离开 然后他好好地回归到这个家庭 而且之后要签下一些协议书 就如果你再犯的话 整间餐厅都给我 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保障要有 那他男生也要有意愿做这样 那如果他都不愿意 他也不想离开那个女生 然后他也不也不忏悔 不认错 还说我诬赖他 那这样就是离婚 那你说这个这个你碰过说 闺蜜可能为了一个好男人两个人翻脸 然后这个争抢这个男人 应该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case就是 其实是看起来好似两个女生为了要争一个男人 所以从闺蜜翻脸不能做朋友了 但是我也有看过就是两个女生为了一个男生之后变成闺蜜的 好啊我们应该这个对对对要这样结局 就是女生的心理非常特别 因为我之前是有组一个就是佛系的做功德的相亲的社团 就是网络 而且你加进来 然后你们就自己去去练习 这样子然后去认识交友 然后有成功就成功 没成功就没成功 那很妙的是因为这个团体一开始 本来就是设定就是佛这个医疗体系的人员 因为我觉得医疗体系 其实也跟这个餐厅一样 你说这个女生去当人家职员 当得好好的没事勾搭老板干什么 那就是他身边的可用的资源 可看的男人太少 那所以我们我觉得医疗界也是这样 为什么你常会听到说什么医生外遇什么 就是他旁边就这几个萝卜 他都没有没有远见 那所以我们就创一个 我们就创一个社团 大家都进来 那你就看的人就更多 这样比较好选择嘛 那很特别的是我意外的发现 就有一对男医师跟女医师 他们就离婚了 那离婚的原因也是 这个女医师其实也是男医师 以前的小三 他也是打败了正宫之后 扶正变正宫 可是这个男医师 其实他应该是有劈腿的习性 他心很不定 他稍微有点家事 然后他也蛮有钱的 所以很多女生愿意贴上来 所以即便这个女医师 后来正宫上位之后 这个男医师照样还是外遇了 那这个女医师就跟这个男医师离婚 好那因为我们的 这已经二度了 对就男医师二度 女医师一度 好那离婚没关系 因为我自己就离婚 所以我们这个社团 当然欢迎离婚的人 但是这两个离婚的夫妻 竟然就在同一个社团 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就是我们这个社团 然后你要男生认识人 然后你要认识人 可是这两个又是前夫前妻的身份 两个人都够资格 因为他两个人都符合我们社团资格 我也没有说不能 但是我内心就想说 这样也可以在同一个社团 他们的关系也没有不行 因为我跟我前夫一定不能在同一个社团 其实也可以 然后就好 那这样是不是就各自去约 这个男生就是约他喜欢的女生 你们如果在同一个社团 搞不好你们就约在一起 每天讲佛习问题 好这个男医师就去约 他想要认识的女生 然后可能跟某一个女生也发展到一个相当的亲密的阶段 然后这个女医师可能也就去认识他想要认识的男生 那通常比较特别的是 有点类似女生就是亡不见亡 你说你怎么会想要去认识男朋友的前妻呢 通常不 然后很特别的是在一段时间之后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 因为我们不会去细问人家的交往阶段 开始这个男医师所交往的女朋友 开始竟然就是开始在网路开始发很多的文章 盛赞这个前妻 盛赞这个女医师前妻 这个女朋友应该是发现说 他所交往的这个男医师 还是有惯性劈腿的习惯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受伤害或怎么样 所以这个时候 他开始也变得不喜欢这个男医师 那所以他才会觉得说 你知道有时候 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不好的对象 女生很容易投射是说我怎么这么不好 我命怎么会这么坏 怎么会遇到这个人 可是他如果反过来去盛赞 他的前妻是什么意思 他前妻如果是一个很好的人 那我也是一个很好的人 所以反而就后来这两个女生 就变成闺蜜了 好 新闻娃娃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